美国总统特朗普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白宫展开他任内第一个星期的职务 除了安排与多名政商界领袖会面 他还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 一连签署三项行政命令 包括正式让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冻结联邦政府增聘人手 以及禁止美国非政府组织接受联邦拨款 在海外提供堕胎服务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从2009年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就开始谈判 但由于一些国会议员对该协定持反对或怀疑态度 国会至今没有批准这项协定 本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地区贸易协定的TPP 涵盖世界经济总量的近40% 和世界贸易总量的约三分之一 特朗普此前曾多次指出 TPP将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冲击 他就任后将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取代TPP 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工作和产业机会 致命龙卷风和抢风暴连日来清洗美国南部多州 目前这场威力巨大的龙卷风 已经造成至少19人死亡 43人受伤 洪水和潜在的破坏性大风 今日仍在威胁着开始灾后清理的东南部地区 其中乔治亚州中南部的一个乡村地区 受灾最为严重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并有23人受伤 随着今天清理工作的展开 当局相信受害者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该州州长迪尔宣布 该州16个县进入长达一州的紧急状态 另外同样受龙卷风影响的密西西比州南部地区 目前已有至少4人死亡 超过20人受伤 而阿拉巴马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部分地区 也因龙卷风过境受到了破坏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州是否有人员伤亡 国家气象局下属的风暴预警中心 已经发出警报 要求有关地区居民做好应灾准备 防范可能到来的风暴和强龙卷风天气 总统特朗普承诺将为因恶劣天气而受灾的地区提供联邦援助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过去两届政府交接时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根据具体情况 给驻外大使离职宽限数周或数月的时间 而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当天 要求所有上届政府正值任命的驻外大使立即离职 而美国驻8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大使职位仍然后及无人 此举让包括与美国有敏感关系的国家 未来数月都没有美国大使 进而与特朗普直接沟通的渠道被切断 这些国家包括德国 英国和加拿大 另外驻中国 日本 印度和沙特的新任大使 也还尚未就任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 70%的美国驻外大使是职业外交官 而被政治任命的大使 很多都是总统大选的捐款者 他们往往因为与总统的密切关系 而被任命为驻外大使 总统特朗普20日宣誓就职后 白宫收到了一份请愿书 呼吁白宫立即公布 唐纳德特朗普的完整纳税申报单 包括验证其遵守薪酬条款所需的全部信息 而截止目前这份请愿书 已经获得超过10万人的签名 按照规定政府需要作出回应 白宫高级顾问康威近日表示 总统特朗普不会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单 过去几十年来 总统候选人都在竞选期间 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单 但在去年总统选举期间 特朗普打破了这一惯例 因此备受质疑 另外美国宪法薪酬条款规定 联邦政府官员未经国会同意 不得收受外国政府任何礼物 薪酬官职或荣誉头衔 根据这一法律 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 不得从与外国政府 有经济往来的公司运营中获利 加拿大方面 上周被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提名为新任驻华大使的约翰曼嘉莲 近日对媒体表示 加拿大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自己未来的职责 就是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并汇集两国人民 当谈及自己出任驻华大使的优势时 麦嘉莲用150和43个数字来概括 他解释到自己的妻子 是100%的华人 他们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儿子 则有50%的华人血统 而他本人作为联邦国会议员 所在的多伦多万景选区 华裔选民的比例占到40% 出任驻华大使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并特此向杜鲁多总理表示感谢 他认为加拿大与中国的友谊 由来已久 合作日益森多 中加自由商贸协定的商谈 也正在进行当中 相信两国一定会继续互帮互助 维持良好的关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带来奉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